感谢大家 今天临时小学校 搭配着黑客松进行了 围席一天的失陪 然后我快速分享一下 老师们现在有给我们的一些收获 第一次他们对于现场 有非常多的国高中生 感到非常的讶异 比老师还多 我想请 现场是国高中生的伙伴 可以举个手吗 国高中生 你若新智年龄式 你也可以举个手 OK 好 真的今天还蛮多的 然后另一个是 老师们对于大家的提案 感到很惊艳 然后也觉得这些提案 可以用在课堂上 然后另外是 今天的那个AI审议 他们觉得有更帮助 他们在AI 在教学上应用 有更多思考 包含是不是真的可以 把学生的东西放到AI 然后让OpenAI继续使用 这里有没有些问题等等 然后另外一个是 老师们今天确实在 这个整个参与的过程 还有工作坊 看到居住里有超多资源 可以应用 所以像有一个老师就说 他刚好接到学校 的一个就是 科技辅助自主学习的案子 他在思考 直接跟整个G&V社群 或临时小学校 合作的可能性 然后有些老师是 想要直接用在课堂 这样子 那我这边有一个是 如果你今天没有参加到失陪 但也没关系 我们这里有一份 就是今天活动的共笔 这共笔上有非常多 我们最新出路的整理的资源 然后包含是 我们开始在整理 比较常用的专案的数位工具 还有历年G&V 常用的数位解方策略有哪些 然后相关的案例是什么 然后这份很多东西 还需要跟社群一起共创 但你现在可以先扫 然后在后面给我们一些备注 那另一个是我们 为了配合老师们的使用习惯 弄了一个line的数位公民的群组 然后如果你对数位公民的讨论 有兴趣不论你是老师学生家长等等 都可以加入 然后我们会在上面会有更多的 那个关于数位公民 不论教案资源等等的分享跟讨论 那最后最后讲一下 明天除了是原本洒密的截止日之外呢 我们明天其实专案孵化竞赛的截止日 目前已经有17个提案 然后大概有一半以上都是 大学生国高中生提的 然后如果你对这个专案有兴趣 你第一可以做的事情 你上去这个临时小学校官网 你去给每一个专案 在最下面给他一些回馈 他到明天晚上23点59分前 都可以在看着你的回馈 做一些优化 因为我们希望大家不是竞赛 而是我们陪伴他 然后另一个是 如果你今天的专案 超级想要获得一些奖金跟陪伴 你还有倒数24小时以上 可以把你的专案拿来 专案孵化竞赛提 OK 那就欢迎大家可以参与 那接下来我会请哲伟分享一下 今天AI审议的一些想法 好 那AI审议这一边呢 再update一下 就是我们其实挑了16个 常见在台湾教学现场的任务 那这些任务包含要写班规 要写生活规范 甚至课堂备课 要用什么破冰游戏 或者家长的群组 能不能有自动回复 这一些的任务 AI 生成是AI 能不能结合 适不适合结合 所以虽然画面上 大概没办法看到细节 不过在荧幕上 或者你把简报打开 可以看得到 也感谢今天参与审议的朋友们 其实提了蛮多元的想法 因为蛮多的是第一现场 从高中到国小的老师 还有一些自主学习 或时间教育的朋友 其实都有不太一样的想法 总之我们大概就 针对这些的项目去做收整 例如说 帮学生的作业跟考试打分数 这个是不是就AI来做呢 是或不是 或怎么去评估这件事情 也蛮多的意见在里面 那还有就是 与其他老师共同备课 也就是老师当然自己在校内 也会有进修 也会有共学 那共学这件事情 AI或许就可以来 变成一个共学的小帮手 把大家共同备课的东西 也把它留下来 甚至给更新的老师们 也可以参考 然后优化行政程序 就是很多的 已经是很明确的程序 那AI我想这边 应该就可以更多的应用 除了这些以上16个之外 大家其实也看到更多 老师的角色 其实它是从引导者 这个角度出发 甚至有点是PM 它可以带着学生去做成长 那这时候PM 它可以有更多的想象 连结到社会的资源 还有跟学生们去讨论 它一步一步可以往下怎么做 人机协作的流程 也是大家有提到的 生成CI总是日新月异 但是大致地 跟教学现场的合作流程 会有什么样的注意 或者已经成型 其实可以把它归纳出来 那还有就是课纲 我们的课纲 还是加法为主 好多事情 以上的内容 就欢迎大家都来参考 跟追踪 谢谢 谢谢 比特有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